我必须非常沉痛地在这里说 今天的台湾已经没有是非 没有价值 没有民主 因为民进党的这种做法 践踏了是非 践踏了价值 埋葬了我们的民主 坐在我左手边的是钟晴女士 都退休十年之后 我还是今天忍不住 必须要站出来 因为我跟所有的社会上的 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 我们每天经营在 这个新闻媒体的混乱 言论市场的彼此的斗争 然后几乎惨不忍睹的 这个网军的造谣 带风向 各种的乱象 我觉得身为 曾经为新闻媒体事业努力过的 以及为整个政府单位 努力过的一个政务委员 和新闻局长的身份 我觉得我必须出来说一些话 NCC成立的15年以来 究竟有没有在落实执行你的管理规范 那么你们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的范围 有没有在与时俱进 最重要的是 你们有没有恪守行政中立的原则 那么执政党这种 一方面是网路拦截 一方面做网路操作 这种一明一暗 一阴一阳的两手策略 请问唐先生 凭你的聪明才智 你是真的看不懂 还是假装看不懂 装糊涂 视而不见 反渗透法 其实就是在更大的范围内 进行一种两面操作的手法 从这个法生效开始 社会上将只有一种声音 是被许可被鼓励 而且没有问题的 那个就是民进党的声音 我无党无派 我支持的只是正派 诚恳的行政 不贪污 不打压人民 真正的说到做到 我们是民主社会 我们就要走民主的法治 要维系 要维护言论的自由 要有公平的对待 对于媒体也好 对于人民也好 所以 我必须非常沉痛的 在这里说 今天的台湾 已经没有是非 没有价值 没有民主 因为民进党的这种做法 践踏了是非 践踏了价值 埋葬了我们的民主 要还有 更多贏 新开放 但是